民间有句老话,如果你想报复一个家庭,只需把自己的女儿宠坏,然后嫁到她家去 女人是一个家庭的祖心骨,关乎家庭的稳定与幸福 一位闲内主可以给予你家庭的温暖,是你走向成功的阶梯 反而言之,如果你不幸娶了一个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女生 那么你的人生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下面四类女生就可能是你人生悲剧的女主角 第一类,好吃懒做,视之不情,无骨不分的女生 女生在结婚前,在家里父母百依百顺,放在手里宠,养成了娇重懒惰的性子 什么家务都不做,你懒得学,只想过着祖宗一般的生活 谈恋爱时,男友还能当小公主宠,婚后日子异常 饭没做,地没人拖,东西没人收拾,家里就像个杂货铺 男生下班后还得侍候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在消耗双方的感情 一旦男方厌烦,婚姻就将出现裂痕 第二类,时时刻刻,都把娘家放在第一位的女生 女方抱打养育自己长大的父母,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是拥有自己小家庭后,不与丈夫商量 一门心事往娘家搬东西,很容易使男方产生贪得无厌的看法 久而久之,容易产生家庭矛盾 而且偷偷接济父母或兄弟,不计回报的付出 更容易使对方产生理所当然贪婪的心理 这就像是个无底洞 第三类,在赌桌上刺擦风云的女人 赌博就像个沼泽地,只能让人越陷越深 丈夫在外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 女方在赌桌上顺时挥霍一空 赢了拉不住杂还想赢,输了不甘心还要再赞 一般家庭惊得起几次折腾,好尽家财不说 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出轨,追求下一任金主 第四类,私生活混乱的女生 水性洋花的女人一有机会便能给你添一抹原亮色 婚前和前友藕断失恋 同样背着好几个暧昧对象 这样的女生娶回家很难收住心 时时刻刻想着出去偷心 她们的感情一有什么动荡 她就能随时卷不开和其他人跑 婚姻不是儿戏 请对自己负责 睁大眼睛 寻找一个品行信得过 对自己好的写内祖